你是不是临着 你怎么说 你谁谁 过期了 舒服 谢谢你送我回家 你也早点回去吧 送你上去吧 你应该知道 我是赞助严厉家吧 我知道 他是你表哥嘛 怎么了 你这个表哥还管着你朋友送你回家呀 再说 你看我穿着一身 再加上我这个长相 怎么也算是个正人君子吧 不是你的问题 是严厉这个人啊 杂七杂八的规矩一大堆 所以 不可能请你进去喝咖啡什么的 索性就别去招了他了 我没有想要上去喝咖啡 我只是觉得我送你回来 亲眼看着你进屋 这应该是我的责任 真的不用了 我都到家楼下了 自己上去就好了 你也早 你怎么在这儿 严总啊 这么巧吗 李总对员工都特别体贴嘛 连员工要回家都亲自送到 是啊 因为高阳很特别 他值得我这样的特殊代表 而且今天送高阳回来 也是我特意安排的 确实很特别 特别会惹事 恰恰相反 我倒觉得他没有闹事 从来没有给我填过麻烦 而且 高阳也是我们陈鸣百货的真忙 是吗 我都不知道陈鸣百货的优秀 是以天天加班的标准 再易能够 天天加班通常代表 能力满足不了岗位的需求 不是了 我今天是和李总一起吃饭去了 作为一个房客 要遵守房东的规定 就是要按时回家 距离宵尽时间 还有五分钟 我先回家了啊 拜拜 你是不是不高兴啊 跟老板吃个饭就可以让你那么开心啊 吃饭聊天 和老板搞好关系 是我的本职工作 而且 有利于工作正常的开展 这是正当的社交往来 哪有什么高兴不高兴呢 你的本职工作 是指你职责分内的事 老板叫你去吃饭你就去吃饭 你又不是他的秘书 你跟老板的关系过于好 其实对你的工作也不太好 其他同事会怎么想 你不怕别人会误会你们吗 你今天的话 怎么那么多啊 我和李明车吃饭 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我管你和谁吃饭 你作为一个房客 永远都不遵守房东的规矩 你最好还是赶紧搬出去吧 不是吧 我怎么感觉 你是在上李明车的气啊 你是不是 特别不想看见 我和他在一起啊 你想多了 我希望你们天天在一起 希望你赶紧搬出去 跟他住在一起 把他的家里布置成难看的粉红色 地上一大堆的狗屎 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的 你吃多药了 真讨厌 这怎么回事啊 该不会家里经小偷了吧 这些是叶楠的设计稿 叶楠姐姐来了 看人呢 你回来了 这是我的稿子 刚刚我东西拿太多了 不小心掉了 叶楠姐姐 不过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严厉不喜欢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她会生气的 其实没关系 四处有一些艺术气息 还挺好的 她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你在她家当访客 应该受了很多气吧 你刚刚怎么从储物间里出来的 那里面一片漆黑 连个窗户都没有 那不是储物间啊 那是暗房 你在这边住这么久 你不知道吗 什么暗房 我还真不知道 别动 别动 你要进去可以 但是等一下关门的时候 必须轻一点 不然灰尘会跑进去的 你不懂你进去干嘛 笨手笨脚的 如果你把底片弄坏了 你要怎么赔 还是回房间吧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没事没事 不用管她 我们先进去吧 她却爱你 我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见你一下 异想天开 以为她是关心我 没想到是人情 交易 爸爸呀 你快回来吧 只有你回来了 我才有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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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租房子呀 我准备搬出来了 又跟严丽吵架了 不会是因为还原难吧 这严丽跟黄雅南 是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我哪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啊 我只知道这个人 禁欲其外 搬人其中 精神分裂 杨总 有人在想你啊 无聊 好 陈明百货 幸福牧场 应对方案有做出来了吗 还没有 那你还在这儿废话 没 嗯 有 你还没 我这儿废话 呀 姑娘 第一次租房子呀 也太天真了吧 你在网上看那些 物美价廉好看的房子 肯定是租不到的 你打电话过去 中间准跟你说 你一喜欢那房子 先租出去了 然后就给你推荐别的房子 再然后呢 就是不停不停 打电话骚扰你 不至于吧 就是租个房子而已 哪有那么复杂呀 你不信啊 等着瞧吧 什么 怎么了呀 交易成功 货款到账 那你还门门部落干吗呀 这是我的钱吗 我还欠着严厉的钱 要还它呢 好